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为大家线上一款非常好用的浏览器 我一看到它就爱上它了 它不仅有正常浏览器的功能 可以兼容活虎浏览器的所有插件 并且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双向免费的VPN,不限流量的 也就是说,你从国内可以翻墙到国外 假设你在国外的话,也可以翻墙回国内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使用IPFS 这个新级文件系统分布式存储你的文件 也可以调取你的文件 那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有免费的 Chad GPT-4的4.0版本的一个使用 第四个呢,它还可以免费的挖矿 真的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浏览器 直接输入它的网址 这款浏览器的名字呢,叫Broadafree 我们直接输入 那输入这个Broadafree.app 就是它的网址,直接来到它的主页 那么这个是Web3 AI浏览器 也是最新的一个黑科技 什么叫Web3呢? 这是一个新型的一个点对点传输方式的一个浏览器 那么它传输的模式呢 就相当于是这个比特币的这样一种点对点的传输模式 非常隐蔽,很难被追踪到 它是安装其用 免设置免注册 安全匿名饮食 无广告无病毒 三万多个插件功能 扩展功能 切的GPG4.0的一个免费使用 你进入主页呢 右边这边就是一个官方的客服 你随时有问题可以在这边问他 我们看一下他的产品介绍 那号称是2020最火的Web3浏览器 可以翻墙看篇切的GPG4 那IPFS 所有的都是免费的 包括翻墙节点的流量 都是无线流量免费的 自带翻墙节点 那么它可以兼容火虎的所有的插件 IPFS无缝连接 那什么叫IPFS呢 等一下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直接连接了这个ChatGPG4 浏览的话可以免费的挖矿 变成这个数字资产呢 Broad Free Token 然后会计安全医食 全球节点的一个布局 那这边的使用说明呢 大家自己有空可以去看看 IPFS怎么使用的 怎么挖矿的 怎么这个节点怎么使用等等 那它呢一路发展 到现在为止已经是 这个Windows Mac 包括Android F4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我今天 以电脑版的Windows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Mac Android F4 大家可以自行到 这一个应用商店 去搜索下载 应用商店里面呢 它的名字可能是叫Broad X 那大家自行搜索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现在来演示 直接点这个Download 这边直接点这个点击下载 那这边下载非常快啊 它是83兆的一个压缩安装包 好的下载完以后呢 我们直接打开文件安装 需要说明一点的 就是你在安装之前呢 要把你电脑上的杀毒软件 包括360啊 火虎等等 这些都把它关掉啊 不然的话它会爆错 爆毒 那么这一边呢 就是一个标准安装 还是自定义安装啊 我们一般选标准安装就可以了 直接下一步 那安装也是非常的快 我们点Finish 它自动会打开这个浏览器啊 好的 这个浏览器打开以后呢 就是这么一个简洁的一个页面 那这一边是网址 这一边是搜索框啊 你用什么搜索引擎 到时候自己可以设置 那么这一边呢 就形成了一些 这一个应用的快捷方式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它的一个免费节点功能 我们打开右上角这个标志 点击一下 那这边就有我的节点 连接了哪一个 下面有打开啊 这个服务状态 那这边呢是关掉 这边是打开 这就是一个节点 那这边节点可以选择啊 那么节点来讲的话呢 根据于使用环境 包括你使用时间的不同 它这边显示的节点 可能也是不同的啊 有时候显示三个 有时候四个 有时候五个 那打比方 它现在连接的是日本节点 这边CN呢是中国 这是香港 这是日本 这是新加坡 打比方我们点个香港节点 然后一定要点 切换节点以后呢 一定要点这个 切换节点的按钮 点一下 好 它现在的连接中 已经连接上了啊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看 它的节点到底是这个 是不是香港的 我们测试一下 好的 这边测试出来了啊 你的IP是来自 中国香港 电讯迎科的一个节点 OK 好的 好的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 这个YouTube 看看能不能正常 打开播放 并且测试一下 它的这个速度 打开以后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 这个 试开的视频 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我们点开来测试 那一点就开了 应该这个速度 还是很快的 我们看一下 它播放情况 目前是15000的速度 我们给它看看 给它弄到1440看一下 这边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那经过5秒钟的缓冲呢 它这个顺利的播放 也是没问题 目前的速度去到19000 我们尝试给它弄到 这个试开 看一下能不能带得起来啊 那么也是经过 15秒钟的缓冲 就出来了 目前的速度是20000 我们再给它快进一下 那这个速度稳定在 19000 20000 20000之间啊 它的速度应该还会再上升 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啊 不管它了 那证明它这个 翻墙到国外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也来尝试一下啊 看看它这个 到国内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点这个更换节点 我们点CN啊 CN就是国内 我们点切换节点 好的 切换成功了 我们这边呢 给它刷新一下 看看它测出来是哪个地方 那这边很快啊 你的IP是中国北京阿里云 那是阿里云提供的一个回国节点 假设你在国外的话 想回国就用这个CN的功能就可以了 那我们还是给它换到HK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来演示它的下一个功能啊 就是这个IPFS的功能 那这边点开以后呢 这个有IPFS啊 这边有节点 然后这个网关是多少等等 我们点开这边我的节点看一下 好的 这边显示已连接到IPFS 你发现377个节点 什么叫IPFS呢 可能小伙伴有一些不是太了解啊 那这个项目其实也是十几年了 它也有在这个各大这个交易所发布它的代币 它的代币叫FIR三个字母 然后在火币啊 这个OK交易所啊 这个抹擦交易所等等 都有这个上线啊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星际文件系统的功能 它也就是一个分布式存储的一个功能 它的优点非常的厉害啊 就是说综合了全世界所有的玄置电脑的玄置空间 那提供出来给有需要的人去使用 它可以把一个文件分割成成千上万份的小块 然后每个小块呢 乘出到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 你同一个文件就会分布乘出到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安全性就非常非常高了 只有你拥有这个权限的人 你才会能够把这个完整的文件抓取到手上去 那么其他人 打比方某些人想窃取你的东西的话 他最多也就窃取某一小块的东西 所以说对整个文件保护性是非常强的 这是它最大最大的特点 但是很遗憾呢 现在这个它所有的应用还没有完全落地啊 还没有完全落地 那点文件这一边呢 就是可以这一个导入按钮 这边的导入按钮 可以为您本地的IPFS节点添加文件 也就是说你本地的这一个 闲置的空间可以拿来使用 那其他的我就不看了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挖矿的功能啊 打开绝点呢 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超级绝点 那超级绝点的名字呢 就叫Supp Suppermode 我们这边点开它啊 这个按钮点开以后呢 它现在就开始计时 那下面就是开始 它是按照这个时间 然后来够 来进行这个免费的挖矿的啊 挖到的这个 Token呢 就存储了这个地方啊 当然它这个免费的 它是有这个时间的 有时间限制的 你要继续长久的挖下去了 那你可能需要成为这个浏览器的 一个会员 高级会员VIP才可以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右下角这个地方的一个 ChatGPT的标示 我们点击一下 它就出了一个 ChatGPT4的一个界面 那你好 我是OpenAI的智能模型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 啊 这个地方你可以提问 比如说 我们问他 意大利有哪些小吃 那这边他马上就回答出来了啊 12345678等等 非常标准的答案 非常标准的 那这些小吃 其实我都没见过啊 都读不出来 这个叫什么 布斯凯塔 这个斯卡尔兹 这个阿尔涅提 哎呀 差点我都不认识这些字 那 它是非常智能的啊 你需要什么 你就问什么 那它还有一个功能 也是一样的 它可以根据你的提示 来绘图啊 你好 我是这个智能模型 可以根据你的提示 生成图片 那我们就让他 生成一个图片看看 我们让他生成一个 在海上飞行的女人 这样一个图片 看看他 能不能生成的出来 这边这个图片 非常的形象啊 就是一个女人 好像是这个两个手 是一个翅膀一样的 还穿着裙子 在海的上面啊 在云彩的上面飞行 那这个确实是很贴切啊 那这个图片 你要满意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 它直接就下载下来啊 直接下载保存下来了 我们在文件夹里面呢 都可以打开看 这个图片 那这就是他刚刚生成的啊 其实这个图片的话呢 像素非常的高啊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清晰啊 非常的清晰 就跟这个手机拍照一样的 那我们再回过来 这一个YouTube这一边 那现在还是正常播放没问题 两万多的一个速度 我们再给它快进一下 目前是在四开啊 目前显示的是四开的一个画面 稍作缓冲呢 也是没问题 目前还是稳定在两万左右啊 两万左右 因为我是三百兆的宽带 假设你们宽带高的话呢 速度高 它这里速度会更高啊 那你也可以尝试 这个地方呢 给它切换一下绝点 打比方 我们换一下这个新加坡的 这边点切换绝点 这边已经切换成功 那这个地方再给它刷新一下看看 那也是同样的啊 速度很快 一下刷新就出来了啊 这边的速度呢 也是稳定的两万多 Border Free这个浏览器呢 假设经过我的介绍 你非常满意的话 那么赶快下载安装使用吧 那么我们说着说着呢 现在的速度去到五万六了啊 表示还有上层空间 好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